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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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今天讲的主题就是哈喽的智能回约或者说叫做智能提案 我这边首先是先简单回顾一下哈喽的一些共识架构交易已经状态 因为本来想到这边因为有其他社区的人过来听的话 他可能没有听上面两节课的一些内容 所以我这边首先要简单回顾一下 首先呢哈喽呢就是Permaswap的一个网络的一个测试代币 他在Permaswap这个网络里呢主要是用于可以质押 然后跑节点 还有可以流动性挖矿 然后呢也是一个Permaswap的一个治理的测试代币 Permaswap的治理测试代币主要是可以发起提案 然后进行投票 然后进行哈喽的一些分发 对 所以这是哈喽的一个应用的领域 对 目前哈喽是一个测试代币 它的总量大概是10亿 对因为是测试代币 所以说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探索 对如果是网络发生了一些bug之类的 也可以进行重启 对 所以这是一个现在是测试测试代币状态 然后呢我这边讲一下哈喽的共 哈喽的一个 它是它是一个一条链 或者说是一个 不是一个类似于DAPP一样的东西 它是一个一条链的 一条链或者说一个去中性化应用 对 然后呢我们知道去区块链呢 它主要是一个状态转换系统 它可以是 下面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区块链 对 就是呃状态 然后经过交易 然后变成一个新的状态 这里的话就显示了一个转账交易 就是说呃 刚开始的时候 比如说样有100呃100个哈喽 然后呢经过一个TX 这个TX呢就是说样转给小松10个 这样的话就变成一个新的状态 这就变成样就90小松就10个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呃 区块链系统 或者说一个账本 对但是呢这么一个账本呢 这么一个账本呢 请谁麻烦关一下 好像有回声 啊 这样可以了 呃但是呢这个 呃这个这个账本呢 他会有一个双方问题 就是说当在状态 刚刚开始状态的时候呢 样可以发两笔交易 啊 他可以同时发给比如说小松和三迪 各100个 然后呢这两笔交易呢 他都可以提提提交到这个网络上 但是呢但是这时候呢这个网络是没法分辨 呃到底是哪哪笔交易是呃 呃呃呃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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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法分辨 哪笔交易是有效的 因为呃 杨基确是有一百个一百个哈喽 但是如果他分发两笔交易的话 网络如果不经过其他的一些手段的话 他是不知道哪笔交易是有效的 也不知道哪笔交易是呃 先后先后顺序也是不知道的 也没法没法 呃 没法确定 因为是没有个中心化的一个服务器之类的 这时候呢呃 09年的时候中本松呢就提出了一个POW 就是说呃 需要引入一个矿工的角色 矿工的角色呢就是用来呃 由他来打包来由他来说了算 哪笔交易是有效的 这时候呢当矿工算出一个 比如说一个数据数学题 这时候呢他可以决定 到底是上面笔交易有效 他下面比较有效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呃 区块链系统的一个呃 一个一个一致呃 达到共识的一个过程 对 但是呢呃 09年那个中本松的那个 工作量算法呢 他是呃有一些缺点 缺点就是说 首先达到共识的成本比较高 他需要很多矿工 呃进行 呃不断的不断的参与网络进行运算 呃不然的话就是 这样才能达到呃有效的区中心化 或者说 更加安全不是这个网络不会被呃 呃呃有几个矿工来来控制 对第二呢他他呢他需要呃不断 第二个第二个缺点就是他需要呃 每段时间都是需要在每个网络的节点 时间进行同步 这样的话就是说他的确认速度就比较慢了 然后呢在2020年左右 呃呃就是我们就提出了一个自己存储的一个 共识范式 对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像比特币或者说以太坊甚至RWAVE等 呃这些LE的网络 你从前桌上下来 没有了一开始就有了一个永久存储的地方 呃有了永久存储的地方 呃我们直接 直接只需要把交易放出这个网 放 sobre一直找到这个永久存储上面 呃呃 有这个网呃呃呃呃呃呃 这个存储的落地顺序 上链顺序来决定呃 交易的一个先后顺序 这样呢 这样呢我们就 可以不需要经过一个POW 也就是我们可以利用已存在的 L1的一个 L1的一个存储 来达到一个 这个这样的好处呢 就是说我们这样启动一条链的成本就非常非常低 也不需要就是 需要招募很多矿工 因为它的安全性就有L1保证了 所以说SAP的应用就是说 用这个模式来写运用 会有写写链的应用呢 目前已经有比较多了 首先是以太坊的L2 以太坊的像Obitrum 或者说是Optism之类的 都是把你的TX都是直接放上了 L1就是以太坊上 对然后呢 由以太坊的上链 上链时间来决定TX的顺序 然后呢 那最近出现的名闻也是也是一类 只是只是他是把那个 呃交易是放在那个比特币上 然后呢 我们我们提到的IWP 以及Promoswap 以及hello 呃他们都是也是也是也是这样的 但是他们都是放在RWave上 RWave的好处呢 就是说他上链成本相对比较低 呃像以太坊上 如果现在呃没有经过卡宽升级的话 他的那个上链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呃但是RWave就比较低 所以说呃像IWP就能够支持实时免费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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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将速度 对 呃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呃Promoswap的一个网络架构 这个架构呢就是说 他是有多个节点呃 用户发送交易呢 他是他是呃像多个节点发送交易 然后呢多个节点都会发送呃都会把这个交易呢 发送到IWP 然后IWP最终把它放置呃发送到RWave上进行涌存 对呃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状态转换的时候呢 就是说呃路特就是从呃IWP上拉下拉下顺序 呃拉下数 拉下数据拉下交易数据 然后根据上列的时间顺序来决定呃交易的先后顺序 然后然后呃呃经过运算 也就是说经过这个呃节点的一个运算 达到一个呃统一的呃统一的状态 也就是达到一致共识 对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哈喽的这个这边的交易呢 呃它分呃下面几种交易 对 因为我们可以看我们看到呃刚才那个最简单的那个区块链上他只有一种交易就是transfer 呃但是哈喽呢是呃哈喽 他除了transfer呢还有stake onstake join leave propose和call还有swap等这几种交易类型 对这几种交易类型都是能够呃改变呃 区块链的一个状态啊我们今天会重点讲一下就是那个啊proposal call的call的两种交易系统就是啊目前呃用智能合约或者智能提案的一个一个交易对 然后呢呃哈喽的状态呢呃它是呃我们等会会仔细讲就是他有basic的info呀 以及哈喽本身那个呃呃代币的一个状态呃比如说balance stake还有是呃路特就是不同节点节点的一个加入和 加入和退出的一个状态还有proposal就是呃只能合约 对对好我们现在具体呃刚才都是我比较快的回顾了一下上两节课的一些一些内容呃呃如果呃下面的观众呃下面的听众有有一定的呃有有问题吧这这边可以提啊现在我们就会呃呃重点讲一下就是那个哈喽的一个呃智能合约的呃呃怎么运作的一个原理对 OK呃呃那我就继续开始讲 好呃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哈喽这个智能合约呢呃他首先是在一个呃就是他的节点嘛就是还有多个节点多个节点呢呃每个节点呢他都是跑一个一套一套程序吧这个程序里面呢就有一个叫做哈喽VM的一个呃一个讯息对他呢他就是主要构成的 是一个呃是一个呃是一个狗乱的一个解释器就是说他可以把呃用户写的呃狗乱能够呃狗乱能够变呃呃包装成一个函数然后在这个讯息里进行执行对 然后呢我们这个智能的合约呢这个提案呢也就是主要是用于道的治理和噴派Swap呃流动性挖矿以及他的一个质押对 好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和这个呃这个合约呢这个合约主要是要写一个写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呢呃就是说有一个叫做execute的一个函数就执行函数 这个函数呢他会呃首先是把这个交易的一个 一个交易的一些一些结构的一些数据会传进去然后呢state就是说呃交易呃这个合约可以改变的一个区块链的状态 对等于话我们会详细看到然后呢oracle呢就是说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信息如果给合约可用的 然后呢还有还有合约他本身有个呃state因为合约的话 他可以经过多次的调用所以说他的那个localstate的话他会呃以一个呃自负创的形式 呃呃存储在这个讯息里面然后呢呃呃呃然后每次调用的时候呢都会把它传进去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initted data这个的话就是合约他有可以有一个初始的状态 他初始状态也会传进去这时候是这是创建合约的时候可以加进去的 然后呢他呃呃这个函数呢 经过呃呃勾览那个解释器呃勾览的解释器呢他会变成一个可执行的一个函数 当执行的过程当执行的呃过程中呢他就会把呃逊讯当前的状态呃作为一个参数 也就是这里的state呃for proposal这个这个变量传进去 然后呢这个函数就可以改变这个state里面的一些一些东西 比如说呃每个人的余额某个人的余额或者说呃某个人的余额可以改变 或者说从某某某个某个金库里面呃呃滑批一部分钱到另外一个另外一个余额状态 这这这这些都是状态都可以呃经过一个函数进行改变 这个函数呢就是我们可以呃可以可以自己编写 自己编写就是说呃比较灵活 然后呢他会返回一个如果他是呃执行成功的话 就是Ella就是会Ella就是不会返回就变成呃呃就是一个控制 然后呢他会返回一个经过改变后的一个新的状态 这个状态就是newstate这个状态呢就变成了呃虚拟机的一个新状态 对 嗯 对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呃我们这个函数可以改变的呃状态是有哪些 对这个是他的一个数据结构呃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是他会呃 他会传入就是说呃就是dapp呃chain id呃govern已经呃fee recipe就是收收费的一个地址 还有还有一些root呃比如说root需要做最少的一个stake才能成为root的一个数 还有就是root的一个呃有多少个root还有root的一个状态 还有呢就是说stake pool还有就是说还有还有就是说呃某些stake pool呢他是只允许unstake不能stake进去 这是跟后面投票相关的 还有呢就是就还有个最重要的就是说啊哈喽这个token的一个一些状态 token的状态呢是在下面一个那个截图里面呃就是说他有一个symbol呃dexmo 还有个total supply呃balance就是每个人的余额还有stake就是每呃就是每个人的那个质押的一些情况 对这就是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呃就是就是作为个变量呃传到了这个呃虚拟机中对这个虚拟机中呢 他可以跑一个呃就是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呢可以改变这个这些这些状态 然后呢当这些状态改变以后呢如果执行成成功的话就会呃返回一个新状态 这个新状态就变成了虚拟机的状态就是说完成了一个智能合约的一个运行 就是他一个呃一个一个一个原理 对这个就是那个propodal它是一个全局的就是说会在这个函数里面可以改变那个呃整个虚拟机的那个 一些无人状态 对是的这是一个全局的一个状态呃主要是包括一个就是哈喽这个啊哈喽哈喽这个函数的呃各个用户的一个余额 还有各个用户的一个stake呃对呃所以说他是权限是比较大的呃然后呢他本身也有一些local state 如果他呃比如说像投票可能会记录呃这个提案的有多少人投票呃或者说谁投了赞成谁投了反对这个作为一个变量是放在local state里面 对呃所以说呃这边的话就是说state除了呃全局的变量就是呃这个stake for proposal 还有可以改变他本身的一个local state就是他呃这个提案本身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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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 对对也是会也是会也是会也是可以改变的 对呃呃然后呢这个提案的那个创建呢呃首先是有个proposal的交呃一个一个交易类型这时候就包括呃需要你上传那个呃合约的一个source code 还有那个开始呃呃还有就是初始化的一个数据呃这是proposal propose这个交易的呃一些参数 对然后呢这个source code呢现在主要是支持golan对呃呃 呃然后呢呃但是呢因为他这个合约的存现是比较大的因为他是可以改改变呃整个呃整个哈喽这个用户的预讨 所以说他目前呢需要一个gavin只有一个作为管理员才能够创建这个提案 对以后我们会慢慢的进行投票或者说去中心化的一个审核 对然后呢这个合约呢他有两种方法运行一种呢就是可以自动运行 他一提交就运行呃第二种呢就是就像以太坊一样你可以去调用他就是call通过一个call的一个txcall里面呢就会呃 就会就会写一个参数比如说你是你想调用呃调调用哪个哪个proposal就是哪个合约以及调用的一个函数以及参数对这个是call的话我们可能在后面那个投票合约会详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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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就是在某一段时间你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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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那某段时间他会自动就会自动下线啊对呃这是合约的一些基础的一个理论 就是那个那个次数的那种比如说一次的那其实他只能用call就不能自动运行是吧 呃也是自动也是可以自动运行自动运行一次嘛自动运行一次就结结束了 对明白那那个call的能能能能变成自动运行的吗比如说有个合约只能掉一次 会呃会有这种情况吗呃不会呃就是自动运行还是call的话就是在刚开始创建的时候就是呃已经已经确定了 对那那个call是用来调用哪种哪种情况要进调用呃就是比如说一个投票合约比如说一个投票合约你要你要调用他那个投票的函数 这时候你要你要call一下就是这时候就是呃你投票的时候就是用你的那个钱包呃发笔交易然后去调用那个 投票合约的那个呃那个投票的函数对OK那是不是这样的就是我写了一个自动合约呢这个合约可以设置这个呃运行的时间 这是自动运行然后呢也可以是这个合约在哪个时间段以内是有效的 对对那这是第二个情况然后呢第三呢就是我可以设置他的这个呃运行的这个次数 次数是只只能一次还是说我可以设置两次三次 对都可以OK然后你然后这是刚才合约的一个写了吗第二种的话就是call我要再调用这个合约的环数去改变那些状态 比如说是我用这个自动合约写了一个一个具有local就是本地状态的一个那个token就发了一个代币 那发行之后呢那个我可以调这个token的transfer那这种就是call对那这个call的话必须在这个合约的运行有效时段内去call如果说是有时段外去call的话会发生什么 呃因为是呃时段外去call的话就会呃就会找不到这个合约因为这个合约已经不在内存理了就已经不再运行了 但是呢但是我们也可以考虑就是说可以呃也可以就是说这个时间段可以变成永久永久运行呃这个呢以后可以支持但是目前还是没有支持 嗯好的好的知道OK呃其他人还有问题吗 OK如果是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继续讲呃然后讲了刚才是讲了一下那个合约的一个原理 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是呃具体看一个具体合约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进行的一个实战 就是说我们那个管理工会的空头对我们今天因为因为我们现在测试网所以说我们可以呃在直播中可以看运行这个合约对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呢我要我要我要讲一下这个嗯这个管理工会是怎么回事或者说permodal怎么回事呃也就是这个合约的一个背景 首先呢permodal呢是呃目前呢是一个就是说呃就是推广呃推广 阿威武生态的呃以及呃进行web3一些应用开发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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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会对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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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就是说它里面呢呃有各种工会就是说有内容工会 翻译工会投稿工会品圈工会活动工会开发工会 还有管理工会呃其中管理工会呢它是主要是作为整个permodal的管理它会呃呃里面成员可以提出一些治理提案呃然后呢可以呃呃就是整个整个工作流程的一个构建 还有最主要的呢就是说因为permodal呢它是它是嗯有一定任务的就是说它每周都会周五都会结算一次这个结算呢都会是由呃管理工会的一些成员作为一个轮值主席作为某个某个工会的轮值主席进行呃结算管理对这个是比较成规的一个工作 然后呢这个permodal呢是已经运行了差不多一年多吧应该是对应该是一年多它是每周五都会结算然后呢我们今天呢计算了一下呢到截止到上周五也就是上周五它一共发发发送了工作奖励呢是大概四万五千个五千多个哎呀就呃按目前的市价差不多大概40万U的一个一个奖励对啊我们这边的工会就是会有实实在在的一个一个一个奖励啊不是会像一些积分之类的就会 呃直接会发送AR对AR的话就是RWAVE就是呃呃已经是一个一个一个在就是一个一个代币对一个有有有有市场价格的代币啊嗯嗯然后呢我这里着重想说一下就是说我们开发工会呢就是说他会有一些任务比如说你看以后可能会有一些开发开发哈喽智能合约的一些任务对啊还有前端页面的一些任务这些任务呢就是目前来说普通的开发者呃 呃他可以是按照工作工作日来计算的话差不多呃一天有100U的呃U的一个奖励啊这个时候我稍微打个小广告呃如果你想要加入的话可以通过这上面的链接啊对 然后呢这次管理工会的工头呢主要是呃开启呃我们朋友到一个链上治理的一个呃呃过过程他首先呢是基于呃过往的工作量也就是过往你领到了多少的AR你就会拿到对应的一个呃哈喽代币然后呢这个哈喽代币会会质押在一个管理的一个池子里面对因为我们stake这里面呢他可以有不同池子比如说你在管理工会拿到的呃 拿到的一些工作量的话就会stake在呃管理工会的池子里这时候呢他投票的时候呢会比其他呃其他其其他人的票会有有更多的权重目前是占定是10倍对然后呢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呃他的那个工作量 公众量是是怎么回事对我们可以看一下对这是一个呃噗马道的一个呃噗马道这个在notion上一个记录就是呃目前是呃记录在notion上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呃每次他都会有一个多少的这里有一百一呃一呃一千一百一千一百十五个任务对已经完成任务就是差不多一年就一年左右吧这任务然后呢他会每周 都会有结算他会有多少呃金额以及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随便点一个吗随便点一个看对这是比如说这是一个呃内容工会模板的修改的一个人物对呃再随便点一个比如这个对这是呃呃内容工会内容策划的一个人物对呃他也有一个任务的具体的一些内容对都是可以看到的对所以说 呃噗马道呢还是非常呃呃呃他那个结算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啊就是说然后呢我们根据这些他做的工作工作工作量的贡献我们就进行空投对呃 对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他空投是这么空投的对他的合约以及他这个处置数据处数据就是说我们计算出每个人可以拿到多少的一个哈喽 呃dex对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呃呃这个首先呢是有一个叫做出数据出数据数据的话就是 啊你说data应该是data是个jason文件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从那个front就是说这笔空投是从呃哪里来的我们我们目前的话就是说 朋友说呃就是哈喽的代币的话总共有11个然后呢在20%呢是在 ecosystemecosystem就是说一个类似国库的国库的一个东西呃然后呢可以通过进行投票可以把这里面代币可以空投或者说滑波到某些任务中或者说某些人中对 然后呢这时候呢我们是会给按照按照那个工作量计算啊可以给嗯给每个每个人的地址空投呃这边呢他的那个sticker pool呢因为他是呃可以质押在不同 的一个池子里啊这边是admin的一个池子对然后呢这边这呃这位同学呢是大概是因为他是10的呃dexium是10的 18次方所以说那这里差的不多是22万个他是最多的这是千万多个 对这就是所有地址的一些空投的一些数据就是说这是一个合约啊初始化数据 然后呢这边呢这个呢就是合约的合约的一个具体空投的一个合约 嗯呃我们可以看到他首先呃他是非常像一个呃呃勾烂的那个 勾烂的那个那个呃呃 那个程序文件啊他是他package package就就放在呃就package就是proposal package 然后呢可以import一些常规的 常规的他的那个标准库因为他标准库可以引入到那个解释器里面 然后呢同时也可以引入呃引用呃pumaswap的包里面的一些一些一些定义的一些状的一些 一些结构以及函数啊我们可以看到也你也可以在那个 在那个合约里定一些函数呃定一些函数对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检验某一个自负串是不是在一个自负串的那个呃列表里的一个函数对 然后呢也可以定义呃定义他的呃一个错一些错误 如果出错的话错误然后呢这边呢配配呃配呢是为了解析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 初始化初始化的数据也就这个数据我们会把它解呃这个阶段数据会把它解析成一个结构体这个结构体就是呃这样一个结构体对是从哪里然后是给谁 呃给谁呃给谁空头对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就是说就是刚才那个函数 就是说每个每个真的合约都要有这么一个函数 对这函数呢就是说他会把嗯这个这个这个比如说你是proposal的那笔交易这笔交易会传进来还有当还有当前的一个状态会传进来呃然后呢还有一些oracle的一些信息会传进来呃然后呢就是他local states刚开始local states是空的然后initinit data也会传进来对然后呢我们这边呢就是说可以看一下 这个合约呃这个合约是比较简单的他大概有啊20多行代吗 那首先呢是把那个init 啊initiu的那个data呢变成一个一个结构一个一个数据结构就是goland的一个stract 然后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如果这个stake stake pool里面有没有admin这个pool如果是没有这个pool呢我们就把这个pool加进去 然后呢这个demit的pool呢他是只能通过只能通过拨款不能通过用户stake来进去 因为他是投票权度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他只能是通过啊呃呃空头或者说以后的结算来来进去不能 普通用户的stake是不行的 就是就是说9行那个是修改的那个全局状态是不是 呃呃哪个第几行是49行 对这边stake是全局状态吗就是整个对stake pool是个全局状态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目前的一个全局状态啊我们可以从这里 从节点上那个info可以看到 目前stake pool的话就一个basic pool 所以说 所以说他需要加一个生成一个新的pool就是admin的pool 呃然后呢就开始呃对没有某被对所有的那个就是这里面的要空头的人进行一个循环就是每个空头人都给他呃给他空头啊就是开始循环了呃这边的话就是调用了stake的transfer to stake就是把啊啊就是就是这个函数这个函数呢就是就是把呃这个ecosystem 就是一个的呃呃的的的金库里的hello代币呃空头给比如2的话就是呃就是管理管理工会的能够有资格拿到空头的人对就是这个函数这样的话他就生成了一个新的状态 这个状态就是新的一个全局状态呃这里也没有用到没有用到那个local state就就就就就变成了一个new state这个new state呢就会变成虚拟的一个新状态对这个就是一个最简单的 那个空头的一个合约的一个写法那下面那个dry run 是干什么的就是64行的啊dry run 的话就是说呃这个函数的话他可以就是说呃可以可以可以是呃就是不改变他状态可以跑一下但是这边是肯定是要改变了嘛对如果说不改变他状态跑了之后这个会发挥什么东西啊 呃如果不改变状态呃跑的话就是这个状态就不不改变就是呃toko那个zata就是不改变 对那那那个用户可以查到查到相应的那个东西吗查到相应的比如说你没有都没有改改变状态那我我我写了个智能合约没有改变状态那我怎么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个是用在 呃是有什么用处呃这个是用在起不是这是一个呃这个函数的一个其一个用法吗就是说 他这边是改变了吗就是dry run就是试一下吗试一下就是不是呃forz的话就是真实运行吗 对这这就是说这个是呃函数他本身呃这个函数呃可以看一下这个函数去看一下这个函数 对就是在toko里面的一个toko宝里面的 呃如果是dry run的话就是说他只是跑一下呃看看出不出错但是并不改变他的真实状态比如说你可以跑一下试一下这个人呃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约有没有对 呃约到底够不够如果说你约不够的话他就会返回错误但是他并不会改变他的一个状态 对如果是呃如果是stake的话如果是 呃dry run是去的话就是说他这个stake他不会真实发生对 对就是说不会改变他的状态 这是一个函数调用的一个呃一个调用啊对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 这个现在就是要把这个这个智能合约发布到呃发布到那个 发布到那个我们的网络里面发布到链上让他改变状态 呃我们现在看到因为我们GavinGavin是目前是只有这个状这个 呃这个government就是管理者才能创建合约啊因为目前来说就是说发布合约或者发布提案的话呃是中心化的某个人呃管理者才能发布呃当以后比如说 管理工会所有的人都能够呃都拿到空头了这时候可以通过投票来决定某一个呃某一个proposal或者说某个合约能不能发布到铸网上对所以目前是中心化的呃中心化的发布 没有一个中心的状态吗就是可以先把那个合约发到发到一个一个词子然后呢可以在有这个词子里边或者说有管理员去对这个词子进行投票或者说通过哎呃有管理员去决定这个词子的合约是不是有效的或者说通过投票方式去执行的 然后那个运行呃对这个这个目前是没有对可以后面可以改进呃对可以后面这个需要可能后面改进 嗯对然后呢我们可以试一下这个合约 呃然后我们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的一个就是他偷困的状态是什么 这个就是整个偷困的一个状态这个是balance就是用户的余额对 现在是从这个这个金库里面从这里呃把这个钱滑坡到空头的空头的那个呃空头的那个用户的那个呃制压池里面对这边的话是上一次nft空头的一些用户对这stake里面对nft还有呃71个用户对 其实用一个持有者这是上一次工头的对今天要空头的就是说啊我们需要空头那个呃管理工会的就是这边的 对这边的那些呃现在我们需要跑一下这个呃然后呢我们这边呢如果现在因为现在没有前端界面所以说这边是通过一个命令行的一个python的命令行来进行呃进行发交易啊 那前端界面的顺便说一下前端界面那个任务正在进行中正在开发工会进行中对 对所以说我们这边就是他是有一些比如proposal就是一个交易的类型 那我们就回发一个交易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proposal的一个呃一个一个一个 proposal的一个参数 proposal啊proposal应该是 对他是可以说比如说这个合约的名称这个code就是他的那个呃就是那个sauce code就是那个原代码的文件 那这个data就是他的那个呃初始化初始化数数呃初始数据的一个一个文件 对然后t的话就是times就是跑几次然后这里面s和s和e的话就是说这个合约的那个呃是跑的时间段对 因为今天是因为只要跑一次啊这个因为这个这个合约啊只是跑一次因为他只需要空投一次就把这个呃这个b给呃这个这个hello给空投给某呃管理工会的人啊 所以说我这边写了一下 是一个状态对 这个就是他的命令行就是说我们w的话就是说他是那个就是那个钱包的一个私要的地址呃私要的文件这个就是你需要把 这个交易发送给哪个呃节点对 然后这个是他的action就是他的proposal他类型proposal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名称呃c的话就是说呃他的那个sauce code就是他原代码文件呃这个的话就是他的 一个初始化 初始化的一个data对好我们先跑一下如果合约的名称一样会会会会不会算成问题 对合约的话他现在只是一个呃因为他内部的话其实是一个id就是说他有合约会计算id来来来但是保存这个合约的名称的话只是作为一个呃给大家看的一个就是说让让让用户好认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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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记号对对 好这个应该是ok了我现在看一下那个状态 ok 这边的话就是一个新的状态已经呃已经生成了这个应该是执行过了 呃因为他是直跑只只执行一次就是立刻执行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候呢他的那个 呃对admin 的话已经已经有人已经已经有了可以看到 然后呢对这个生态里面的那个国户呢已经减少了对 然后呢对然后呢这边的话就是说这是basic对 然后这是admin这就是admin的已经已经已经空投到呃admin的空投到那个管理工会的成员了这个这个这个交易已经成功了 对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交易这个交易的话我们是通过呃是通过 通过iwp 的交易发在发在iwp 上然后通过iwp 来上传到iwp 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交易啊 就是iwp 的一个呃一个block 呃一个blockchain explore 就是浏览器对 呃我们可以看到这这比交易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比交易 他所有的附加数据就是说他的sauce code 以及他的initial data 我们可以看一下在那个这是个结设文件的 所以说可以直接在结设文件可以看一下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个hello 然后呢他的他的action是propos就是创建合约 对然后呢这是他nance然后呢他的par 呃他参数呢首先是一个名称就是 然后他saucesauce呢就是他的呃原代码 对这是原代码 然后这里原代码应该是比较多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原代码 那个原代码 然后呢这边的话initial data 呃对initial data 对这个就是initial data这个就是initial data 对断断 呃对然后这个合约就已经执行成功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成员是不是成呃 执行成功我们可以在可以查呃通过他的那个 来把哈希来查一下 我里面会有一个所有执行过的交易的的状态 对就就这这比较就已经执行执行过了 然后他的反馈是成功的 ok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个管理工会的空头 呃如果你是管理工会的成员 你可以在那个rp 里面的那个stake 页面可以看到你 你是否拿到了这个空头啊 就比如说这个stake 里面他会显示你呃有没有stake 对 ok 呃我今天呃我今天的那个演讲就完成了 对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 嗯 primor 时候这个app 上的啊stake 的话 他其实是没有分种类的吗 就会把所有的那个空落到里面是 对是的呃以后可能会呃需要改进一下对需要能够呃 能够改进一下能够看到所有的那个 对我现在看可能问题比较大的就是有一只能由那那个 这个government 的那个地址去上链 这个的话会中性化一些 然后呃应该是普通用户呢可以先把proport 那个提上去 然后提上去呢他应该是一个等待状态 对然后等待状态呢 那个再由那个投票或者说是由government 的某些地址 就是去授权这个合约是不是可以那个可以可以执行的 对直接可以执行的话就直接变成执行状态 如果拒绝的话就直接把这个这个就其实合约还差一个这个 还差一个带执行的或者他带代投票的一个库 呃一个铺对嗯对对这个是的确可以就可以 就可以降改进对这个时间应该也也不不困难吧 可能就稍稍稍调整一下他会影响现在的这个合约状态 嗯这个应该不会因为现在的合约的话就是立刻执行 他可能就是加一个状态吗就变成呃 带执行状态应该加一个加一个虚拟金里面 可能加一个这种铺那个呃提交的时候呢就先到那 嗯嗯对的确可以对那那但是你加的话 你用用新的版本在跑这个旧的合约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 嗯对嗯对的确有问题但这样这样的话可能就是要一个 就是硬硬分叉就是可以把状态就重启一下 就把原来的状态保存下来 然后重启一下 好的好的对这这个这个是应应该这这个是是一个比较 比较那个刚需的一个一个一个需求 嗯对对是 ok 看看其他人还有什么问题吗 好对了对了那个那个命令行里边那个代码那一块 直接就是付勾浪的文件就可以了 对呃就是勾浪的呃我这边命令行是这么样的 哎怎么办 直接把呃命令行的话直接把勾浪的代码就就直接放进去 就比如说这就是朋友所复的一个咱们后里面的 没够没够里面就 ok 了 嗯就是直接把文件呃 还有处置数据也就是一个结算文件 他会直接把直接就变成了一个数据传到一个呃商链了对 明白 好的 然后我没问题 ok 我现在结束一下共享 好的 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可以随时开麦提问 啊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再次感谢样的分享 也再次感谢bewater灯链以及nosegeek社区的支持 那么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到此结束 年后再见咯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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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